大家好,我是文睿 前段时间在日本的G20峰会上 习近平和川普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妥协 然后整个中美贸易谈判重启 整个气氛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好像平和了许多 缓和了许多 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些新闻 一些消息 就是说在G20峰会之后 依然还有一些美国企业想要撤出中国市场 里面最典型的两家企业就是惠普和戴尔 大家知道这两家企业 它都是生产PC的非常大的制造商 我看到的新闻显示 他们计划把在中国生产PC的数量的30% 迁移到其他国家 主要是东南亚国家 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不仅仅是戴尔和惠普 包括像微软和谷歌 他们虽然是主要业务虽然是软件 但他们也有一些硬件终端 就是微软和谷歌也计划 把他们的人工智能音箱的这个终端产品 从中国迁套其他地方生产 然后包括像苹果在一段时间以前 他们已经就是计划 已经宣布好计划 将30%的这个iPhone 就是苹果手机的产能 它的生产的数量迁到其他地区去 整个吧就是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即便是在G20峰会以后 很多美国企业还是决定签出 讲到这儿吧 不明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不是说这些企业 他们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或者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消息 所以让他们依然选择这个签出去 当然不仅是美国企业了 我看到大家看到了就最近啊 有很多外资企业都在纷纷的往处走 比如说像加勒福 他把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就是股份的80% 卖给了这个苏宁一购 包括三星啊 最近他在中国最后一个手机工厂 就是在惠州的工厂 也正在裁员 也有消息 有这样的消息被透露出来 这家工厂可能也要关门 或者是牵走 这样的一个情况 整体给人感觉就是在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经常大家会听到那种非常大的 那个外资企业 想要牵出的 不仅仅是美国企业了 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企业 也在纷纷的往处走的这样的消息 以前的情况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可能两三个月 甚至34个月 你才能看到说有一家企业 外资企业 比较知名的外资企业牵出去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相关的新闻 新闻的这个密集度 非常的高 我的感觉吧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什么 就是中美贸易战 它的这种悬而未决 迟迟没有结果 就是给很多企业了 企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恐慌 比如说这个贸易战 很快结束了 对吧 两三个月OK 搞定了 结果呢 不管好赖 非常明确的 板上钉钉的出来了 那么的话 这些企业呢 他们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呢 很明确的判断自己该怎么办 感觉还可以 还有一定利润就留下来 不行的话呢 就出去 然后这个结果很明确 大家心里面也很舒服 但是现在整个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一年多过去了 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好像这个结果吧 是在一点一点恶化 没有转好的迹象 这次虽然在日本呢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重启 但是感觉的好像也不是希望那么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望 给很多企业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 特别是对华为的这个制裁 也是很严厉的 很严重的 但是呢 中国这边呢 依然没有想要妥协的迹象 只是说要重启贸易谈判 但是呢 谈到什么程度呢 也不清楚 然后美国这边呢 一直在喊 说要把剩益的3000亿的关税呢 也要加上去 这个时候呢 大家很多企业吧 如果你是企业老板 你可能你会怎么想 大家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事情啊 不断的想的越来越多恶化 可能最终的结果 不一定那么不好 但是大家就会往那个 最坏的结果上去考虑 就好比说 举个比较大家通俗一懂的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父母 你的孩子出去玩 两三个小时吧 你给他打电话 付短信 他没有什么回应 你可能稍微有点急 七八个小时之内 还是不回应 那你就可能非常非常着急了 没有结果吗 到了晚上 晚上孩子还是一点什么回应都没有 短信手机都没有回应 那你可能就非常的不爽 你可能就非常的着急 甚至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来 比如说把所有的亲戚圈都联系一遍 然后呢 老师啊 校长啊 同学都联系一遍 然后甚至会报警 对不对 但是最后发现 其实你的孩子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 这个就是什么呢 一种不确定性 会让人产生某种不安 然后做出某些就是特别的举动来 这个东西吧 他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 你总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而且让人感觉好像是在一点点恶化 所以呢 这些企业们他就会把最坏的结果想到 比如说他们会想到说 这个川普会把所有五千七百五十亿的商品 全部加税到25% 甚至他们会想到可能加的更多 甚至他们会想到最后可能有这种金融方面的制裁 甚至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两个国家的对抗 他就会想这么严重 所以这些企业呢 他们可能之前那种想要走或者不想走的那个心态吧 可能有 但还没有那么强烈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决定走了 其实整个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这些年的他的这个生存状态吧 都并不是那么好 有些因素吧 对于他们来讲其实都是很负面的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国的人力成本呢 不断在增加 包括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也在不断的增加 这一点就是大大缩减了他们的这个利润空间 再包括就是说很多企业 他们在中国国内吧 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并不是那么好 最典型就是乐天 乐天这个企业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萨德事件最后最终被中国给挤出去了 完全挤出去了 然后很多企业呢 可能多多少少吧 也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所以他们内心吧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怨气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吧 可能不足以让他们做出走出去的决定 因为你要出去的话呢 他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繁琐的 非常复杂的 在中国深耕了这么久 只要还是有一定利润的 他们可能就是说很难做出这种走出去的决定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你整个这个不确定性啊 特别特别的严重 而且呢 事态吧 还在一点点的恶化 然后他们思来想去 想来思去的话 他们可能就决定了 走 出去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在一点点恶化 一点点恶化的话呢 以前可能是大家在决定走还是不走 还是一种观望状态 再往下的 如果说没有一个最终结果 完全没有最终结果 只是这个状况在一点点恶化的话 那肯定这些企业呢 就是从以前的撤离到最后的就是大逃离 大规模的往处走 现在台商呢 就处于这个状态 很多台商呢 在往处走 回到这个台湾 那边的很多工业园区的用地不足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外资企业往处走 最终导致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就业形势的这种恶化 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前段时间 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人在东莞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东莞他整个经济萧条的情况 很多商业街几乎都关门那些店 很多很多很多店 以前都是很繁华的 基本上门都关了 然后街道上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 看起来那个场景吧 都是很凄凉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朋友给我来信 然后也表达了他们一些现状了 就是很多地区的就业形势实在是不好 失业的人非常多 即便是在工作当中 他们也感觉自己的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 很有可能这个企业破产 他们就会失业 或者是企业裁员 他们也会失去工作 他们都感觉到心里非常的不安 这是一些朋友给我的来信 就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在去年年初吧 不是去年年末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忘了时间了 我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2019年中国有可能出现 这个失业大潮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点击量也很多 然后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了 当时大概到最近吧 在那个视频下面呢 还是会有人留言 有一些留言吧 就是最近比较多 大家就来奚落我 就说你看 你不是说2019年要出现失业大潮吗 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快快就六个月了 七个六个多月了 对吧 你看怎么样 你是不是打脸了 还没有出现失业大潮 其实大家你们仔细去看一下 在中国现在整个人 目前的失业状况 已经是非常的严峻了 非常严峻了 那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啊 你看到了 你到中国去看了 你在韩国你怎么知道呢 大家仔细看看那些新闻 再了解了解你周围的那些 亲朋好友的工作现状 就知道了 整个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吧 你说是失业大潮 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 那有人想到失业大潮 可能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没工作了 对不对周围10个人 恨不得有9个人没工作 那叫失业大潮 有的时候你要那么想的话 可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但是整个的情形呢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件 是什么 就是在5月份 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中国政府呢 他成立了一个 叫就业领导工作小组 这个小组的组长呢 是国员副总理 胡春华 他整个这个小组的规格 是很高的 副总理做组长 也就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 他已经感觉到了 目前中国国内的 整个这个就业形势的压力 和在未来会出现的 更加恶化的现状 和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 或中国的目前的社会稳定 带来的这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才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整个就是说 刚才我讲的外资撤离啊 是一方面 外资撤离呢 肯定会导致一些相关的这些 中国国内的一些本土企业 那些就是外商的供应链 那些企业的这种倒闭 或者是大量的裁员等等 还有一个目前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在今年吧 可能中国7月份毕业季的话呢 可能将近有大概800万左右的 应届毕业生 他们呢会从校园找出来 他们要去找工作 这个呢又会给职业市场带来 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职业形势吧 他有一个就是说 用人单位和找工作的人 他的这种需求不匹配的这种现象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视剧啊 他们心里面依然希望能够 就找到那种非常高大上的职业 对吧很体面西装革履 然后有很高的收入 然后工作强度也不大 对吧 在北上广深这种 依然他们想象的是这样一种工作 但是这样的工作呢 其实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大部分工作现在都是很累 完了 收入也不是那么高 而且呢工作强度很大 工作时间也很长 就连那些以前大家都觉得比较体面的 比较好的那种IT行业 现在也在搞这个996 大家也就知道了 前段时间也引起了这个渲染大波 所以呢我整体感觉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就业形势呢 会一点点恶化 到现在是7月份了 对吧 到年末的话呢 咱们再一点点看这个情况 对吧 这个我觉得当中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 就这么拖下去 不仅仅是对中国就业 它对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对吧 大家就咱们从个人来讲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什么 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状况 对吧 几点 什么时候 在哪 对不对 这些事情都明确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采取措施 但是现在整个的话呢 中美贸易战就不停的这么拖拖拖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所以呢 对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呢 会产生那种 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 想要表述的一个观点吧 行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